其实很多媒体甚至是NBA民宿,都认为今下章姆斯离开东部之后,大阻之位将会落入凯尔特人的手中。 可是现在即场棍赛五场比赛结束以后,猛龙拿下了五连胜,而凯尔特人目前是二胜二负,这根本就与猛龙无法相比的。 并且根据ESPN被告了最新球队势力排行榜,猛龙已经是名列第二名了,也可见猛龙在迎来了伦娜的加盲之后,变得已经很可怕了。 毕竟当时马次在与猛龙的交易之后,谁都不知道罗纳德恢复情况,如今几场比赛下来,已经是完全没有问题了,其实猛龙有了罗纳德之后固然很厉害了。 但是作为火箭曾经的即将洛瑞,也是不可替换另一名角色,在五场比赛中是分别得到了27、15、18、16、13这些低分,洛瑞是已经到猛龙有了七个赛季了,从当初的场均只有十来分,到巅峰期场均得分,可以得到22分。 这些年洛瑞是在猛龙成长了不少,虽然前几年猛龙的战绩不怎么好,但是他已经成为了球队的大佬了。 如今在这个最新的赛季,已经帮助球队取得了五连胜了,不知道莫雷后悔不后悔这笔交易。 2009年2月20日交易截至前,修斯多火箭队和辉雄,莫雷输达成一笔三方交易,送出街球王后卫阿尔瑟通,得到大前锋顾客和后卫凯尔洛瑞。 2012年7月12日,多伦多猛龙队送出加里福布斯,和一个未来受保护的首轮,选秀权,从火箭队交易得到后卫凯尔洛瑞,虽然是过去了很多年了,但是从这些年火箭的球队变化上来看,虽然没有取得过总冠军,但是火箭从来不培养年轻人。 这也是莫雷的一块做法,但是今年新的赛季开始之后,火箭可真是乐运连连啊,一圣三复的战绩基本成为联盟垫底,保罗近赛,今天比赛哈登受伤,现在是比赛没有打多少,但是伤兵却不少了,已经达到了6人,轮转都已经快不够用了,现在的火箭在球员的平均年龄上已经是排在联盟第一的位置了, 同时火箭新赛季是志在冠军,但是从开局的表现上来看,火箭已经开始没落了,开始走下坡路了,毕竟保罗作为核心年龄已经很大了,安东尼也是同样,戈登塔克也算核心,但是状态也在下滑了。 虽然洛瑞仅仅是火箭交易中夺中的一笔,但是莫雷也该换换新的思路如何见对了,毕竟通过交易不减花钱也不够稳定,就像今年这样。